大家好,以前做视频需要专业 自从有了ChatGPT完全是零基础 今天分享一下我两个月的心得超简单 一次上手ChatGPT加剪映,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做视频每个人必须要的 之前疫情严重 大家在线上上课或是远距上班 视频也可以记录生活的大小事 或是手机随手拍然后再上YouTube IG Ttalk FB等等 那就用ChatGPT的优点 来帮我完成这些大小事 AI时代来临 就算有升级版或是类似的工具再去学 其进入状况也比较容易对吧 现在介绍我每天使用的东西 ChatGPT还有剪映 现在视频很流行 像你正在看YouTube找知识 找娱乐做生活记录教学等等 剪映这一套工具最适合初学者 全部中文 操作完全免费 只要下载安装很快就可以上手 等你基本款会了 再找更精致的视频工具 以下我简单示范 首先我让ChatGPT产生文稿 请它给我灵感 10个 标题建议它就很快地生出来了 看看这标题太普通 那我们请它改成更吸引人的标题 这样还不错 这个的标题 那就请它再给内容生成竹子稿 接下来要求它给缩图建议场景描述 具体的这样就完成了 再来换上剪映小帮手 我们直接拿ChatGPT的文稿复制 贴上剪映 快速功能 以文生图配音字幕影片 不喜欢可以自己更换 几分钟就快速产生影片 它还有智能字幕 识别字幕和文稿匹配 及其他 影音效果等等 最后完成了 我们可以导出下载了 是不是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拍影片 再把它传到 YouTube可以设定为 C人或是公开 这样我们就 多一个自己的媒体平台 生活工作上就更便利 每个人都可以 把影片传到YouTube 阿嘎刚开始拍YouTube影片时 是为了赚钱吗 绝对不是 而是因为好玩 看到YouTube影片很帅很酷 自己也想做做看 透过影片 你可以创造属于 自己的风格与世界 而且当你在制作影片时会 激发你的各种想象力与创意 也是个非常好的实验场 不管是网络经营商品 或者你的作品 让更多人看见你的想法 因为影片所能散播的影响力 是可以跨越语言 种族国界的 若要你讲出三个目前台湾的YouTube网红 你可能马上就能想得出来 例如RD这群人佛恩等 但如果要你说出三个IG网红 好像就不是那么好回答了 这显示用影片的形式曝光 的确会让别人更快认识你 这也表示你所能创造的影响力 相对也会更广 而且或许十年后你该学的不是外语 因为影片所能散播的影响力 是可以跨越语言 种族国界的最直接的例子 就是Pico太郎 他的一首PIP就能让全世界为之轰动 影片所带来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最后我们来看一段Pico太郎 PIPAP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Dance time I have a p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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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pen I have a apple I have pineapple Apple pineapple Long pen Apple pineapple Penapple apple pen 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open